茶包 茶包裡面的影響 当然包括说茶包本身 它的材质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那我们最常看到茶包的材质 是像PET的材质 那PET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偏 可以稍微耐刷耐高温的一个材质 那可是假如说 你的温度高过于它能耐受的一个温度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所谓溶出塑化剂 或者塑胶微粒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目前有一些推论 假如吃得过多的这些塑胶微粒或者塑化剂 对我们人体还是会造成影响 那有一些塑胶微粒吃过多 是不是会造成小朋友所谓的过动 或者是有一些群细上的问题 这些目前也是还在研究当中 那另外就是假如它本身的茶包的材质 是所谓的化学纤维 或者是所谓的不织布 那这些的过程当中 因为可能会添加的一些化学材料 那也可能会在我们的茶包的使用过程使用到 那这些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功能 那造成一些严重的肝肾疾病 那假如说是一些属于棉质的 我们天然的棉质的一个材料的话 那它的坏处是可能对于茶的味道 比较没办法释放得很好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在制作的过程 那可能会需要加入一些漂白剂 荧光剂 或者是有一些化学物质去经过一些制造 那这些过程当中 会不会到最后有一些化学物质的残留 而在我们在泡茶的过程之中 融到我们的茶水里面 这个也是我们所担心的 那这些化学物质的这些化学物质的